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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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睽違了12年 這是再度有日本首相訪問南韓 加速促成日韓兩國之間 關係要來融解破邊了 好 您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是在5月7號 也就是上個週末 飛到首尾這邊 他親自來拜訪的 是南韓總統隱希悅 兩個人在7號這天舉行了會談 按照日本的用詞 叫做首腦會談 他们谈了些什么 这样的场面其实可以说是礼尚往来 因为这隐私院先前其实在三月份 才曾经造访到日本 那么这一次是日本算是回访了 显示这日韩双方其实互动热烈 而这幕后跟美国很有关系 光是看这一次您看重启对话的幕份 您看到了邀请来参加G7高峰会 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这G7高峰会 就是办在这岸田的家乡广岛了 因此这一次这高峰会 尽管南韩不是成员国 但是岸田也说欢迎来一起参加 而且还要来进行的是美日韩的三峰会谈了 而在南韩这里他们就说 不排除日本加入这样的华盛顿宣言 好 大家还记得这华盛顿宣言 就是这个当时隐私院访问到华府的时候 在白宫跟美国总统拜登就签订一个 叫做华盛顿的这样的宣言 内容的亮点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北韩威胁到南韩的话 可能可以视同是威胁到美国本土 也就是说要扩大美国的所谓核武保护伞的范围 来抗衡北韩威胁 这次隐私域也拿出来就是算是现保了 说不排除日本加入这样的合作范围里头 而这样的重启对话 其实有一部分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要强化他们的安全合作 刚才已经提到了包含北韩的核武威胁 还有中国的武力 其实这些威胁都是在区域这边与日俱增的 因此要来强化的两国 不只跟两国之间 跟美国跟G7 其他的盟友跟国际间伙伴关系 因为他们面对这两大的威胁 好他们现在说除了原本 这美日韩就有这样的安保合作之外 也要考虑及时分享所谓的飞弹发射的讯息 好我们知道直到这上个月为止 这北韩还是在不停的试舍飞弹 不只造成的是南韩觉得很困扰 连日本民众有时候这警报响起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尤其呢 这美国跟南韩 如果一举实行这样的军事演习之后 大家都可以预期金正恩又要发射飞弹了 好在安全合作的之外 其实经济也很有关系 双方说同意要解除这样子的 对半导体的出口限制 南韩愿意撤回申诉 因此就是说在南韩的半导体 跟日本的零组线要扩大 组成一个稳定的供应链上 而这次双方也可以说是有意愿 要来搁置相关的历史争议 包含提到了日军的未安福问题 还有日本企业的征用工问题 双方都显现了诚意 看起来除此之外 包含了福岛至寒川河飞水 双方都有意 派出这样的专家方式 解决现在当前眼前的问题 看起来无论是岸田文雄 还是尹茨月 都有一些搁置争议 解决经济还有安全问题 我是方子齐 一次看到国际大使 请锁定华氏新闻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